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接着再谈谈廖凡先生所说的 善由半满 满是圆满 凡是不能圆满的 达不到圆满的标准 就叫做半 他举《易经》上两句话说 善不及不足以臣敏 恶不及不足以灭身 这两句话是智力明眼 修行人一定要牢牢地记住 总而言之 不及就不能满 就到不到圆满 所以 叫我们要及得内功 得行 必须是念念不忘 我们 时时时刻刻 存一个利益人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的心 必须把自利设起 一般人 一般人 不时不懂这个道理 不时没有读过圣贤书 许多读圣贤书的人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但是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思欲没能放下来 由此可知 自私自利 种种爱欲 不但是修行的大障碍 世间佛报 也被他障碍住 众生 为什么会做三土 这个里面的因素 我们不难理解 佛经上对于三土 敌日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读了 听了 依旧不能够提起紧遮 这正所谓的是麻木不忍 只重视眼前的小力 不知道未来有大害 所以善无厉害 四十真理 几个人能够认识得清楚 几个人能够圆满地做到 现代人 他们做不到 说实在的话 也不能责备他 也不能怪他 为什么 为什么 没人教他 这些大道理 必须从小教起 所以 所谓少臣若天性 这很有道理 到中年 到中年 到老年 到老年 在这个社会 染缸里面 已经被严重染污 虽然天道教的是有理 也会点点头 但是 净云现情 依旧是迷惑电倒 依旧放不下了 原因就是认知不够透彻 才会有这个现象发生 那么由此可知 教学多么重要 中国在古代 把教学真的看作人生第一桩大死 无论是家庭 无论是国家 所以这个民族 能够免延 几千年 到今天 它不会灭亡 我们再看 西方过去新鲜的地固 时间都不能维持长久 就摔了 我们有没有认真去观察 兴衰的因素是什么 它说 什么道理 行啊 什么道理 又摔退了 中国 是摔了一阵子 又可以能够再复兴 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 文化的根 很深 虽然在近代 大家看到西方人 大家看到西方人 所以洋枪大炮 把屈服在武力之下 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 可是 中国毕竟还有一些老人 他们心里明白 心里清楚 维系着 维系着民族文化的命难 等待机云 发扬广大 什么叫机云 大家醒悟过来 能够再接受了 这就是机云成熟了 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 几千年的熏陶 说实在话 容易救 这行过来 这是中国人的福报 中国人有福 世界人就有福 古圣仙仙的教诲 跟西方人的观念 确实不相同 中国自古以来 就将天下为公 就将人民爱物 推及接人 这个胸襟 这个胸襟多么广大 成就圆满的功德 最终然 一时迷惑 短时间有灾难 必须能够恢复 讲到半满 实在讲 都是在存心 这个注节里面 我先举了一个例子 我先举了一个例子 说有一个信徒 上庙里面去烧香 上庙里面去烧香 供养念文去 念文 现在人不懂了 什么叫念文的 什么叫念文的 在清朝末里 十文钱才是一分 十分才是一句 你最晓得念文钱 是很少很少的 这是一个我们能够想象的到 家境非常清寒 但是他这个布施供养的心 真诚 所以这个寺院里面 在住持老伙上 亲自给他消灾 到后来 这个女施主发达了 再到寺庙里面来烧香怀孕 这一次是供养千金 带来很大的供养 老伙上只派了一个出家人 给他消灾 佛事做完之后 他就问老伙上 他说我过去 不时免文钱 你老人家亲自替我消灾 现在我供养这么多 你为什么随便派个出家人 好想来敷衍我 老伙上就说 过去你不时的虽然少 你的心真诚 我不亲自给你消灾 对不起你啊 今天你布施供养虽然多 你心底的沉浸不如我 好想你 随便个出家人给你消灾就够了 那么斑蛮我们在这里看到 不在供养琴多少啊 不在这个 心底的真诚 这个说法好啊 不时有钱有力量的 就能修大功德 修圆满功德 凭贱人就没有机会修了 明白这个道理 凭贱人往往能修圆满的功德 而富贵人往往修极的只是一半的功德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就通达四十真相 富贵人不会生生世世都富贵 贫贱人也不会生生世世都贫贱 贫贱人来生得富贵 负贵人来生转贫贱 你问问这是什么个道理 这一段所说的就是 在一个平常现象里面 富贵人都交慢了 和平常现世呢 凭贱人呢 多半情绪工进 哪里想的 清净是得 浇漫把福遮了 所以怎么修 也只是一半 得不到圆满 那么他还举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吕洞宾的故事 也值得我们深深反省 这个是道教的 那就八仙之一了 吕洞宾在早年遇到钟离 那也是八仙之一 钟离教吕洞宾一个法术 点贴成金 你要布施救济些穷苦人 你有这个本丝 就方便了 吕洞宾就问钟离先生说 他说我点贴成金 这个金会不会再变成贴的 钟离告诉他 五八年之后 他才会变成贴 吕洞宾一想的时候 那我这样岂不是害了五八年之后的那些人吗 这个法术不要 我不学 钟离赞叹他 他说 修心要集三千功德 你这一念的心 这个好心 你三千功德就圆满了 我想现代人没有这个心 别是五百年后的人害他 他不负责任 眼前的人他都害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体会到一段思绪 祝福菩萨神仙 都是以爱心对人 千百年之后的众生 都决定没有一个伤害的这个念头 侯宽先前 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 所以末后 他这个有个结论说得很好 要紧 真诚心 清净心 慈悲心 不失一分钱 可以消清净之罪 由此可止 不再失血的多少 在心念 真诚心 如果心地不真诚 虽然黄金万亿 这是讲多了 我们今天讲 亿万的财富 拿去布施供养 福只有一半 不愿门 这个道理 佛法讲得清楚 真诚 清净慈悲 不着相 正是佛法里的所说的 静随心转 他的心量大 他心里面 没有障碍 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念念 念念 与虚空 法界相应 这个功德 就要满了 如果心里面 没有血气 妄想分别 执着 心量 自小 所以是 布施 亿万 金银财宝 没有办法 突破 他的心量 所以 他的佛报 不愿门 道理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细细地去思维 细细地去观察 去诸佛菩萨 教化众生 无论才是法师 一切思维 都随着 行量 周边 设法 发解 成就的是大圆满 念念大圆满 四四大圆满 我们如果 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怎么个修法呢 所以修佛不能不明理 修佛也不能不明理 下面 将这个 现由大小 都在 一念 至尘之间 来分辨 一念 一念 利益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这个心就大 一念 为自私自利 做再多的好事 这个善福也是小 汇编里面 引用了一个公案 宋朝的魏仲大 这一条公案 我们在 十十多多 点击 古人笔记里面 见到 可见的 魏仲大这个事情 知道的人 很多很多 这个人 官也做得很大 这是遇到这么一个姻缘 他被小鬼抓去 见阎王 阎王叫判官 把他的档案 搬出来 档案 分作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 一部分是善 那个我的那一部分 分量太多太多 善呢 善只有一点点 善的那个档案里面 只有一卷 而阎王 看到这个样子 就很不高兴 丰富判官 拉称了称称 结果他就是 那个 我的档案 虽然多 真是太多太多了 善的档案 只有一张纸 他那一张纸 比他那个我重 这阎王 看到这个现象 马上这个笑容就露出来了 这你不错 他就问判官 他说我造的我 我现在还不满 四十岁 我怎么会造这么多窝 盘官告诉 窝不一定是造的四 动一个窝 你 阴朝地覆里头都已经 他说那我那个善是什么事情呢 他说这个善 使朝廷 要新建一个功臣 这个功臣 劳民伤财 你写了一个奏章 劝勉皇帝 不要做这个功臣 他就说皇帝没有听 判官就说虽然没有听 你这个意念心 是为群众作响的 不是为个人的利益 是为黎民伯信作响 那么多少黎民伯信 你以真诚心去关怀他 这个因应 功德超过你 无量无边的自益 所以那一念善大了 平常那些罗念再多小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改过前善 积德累功 我们就有信心 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法 小的忏悔 不难啊 无量借来 为动他 他不过是四十年累积的物业 我们今天讲 无量借 极其的这些物业 一念之间可以悔改 这条公案 对于我们改过自新 参罪求福 带来了很大的信心 祝佛菩萨 天地神明 所见的 跟我们凡复不一样 所见的跟我们凡复不一样 希望我们要好好的学习 今天事件到了 我们就讲到组定 祝佛 感谢观看